然後我再介紹一下我們自己好了 我是Jennifer 是 我是Manny 我是小超 我是阿牌 然後其實我們 上去年7、8月吧 對啊 我記得 你記得 我跟妳分享 就是我們的那個 想要做的社交平台 Nima 然後 因為你上次有跟我們很多很好的建議 然後我們現在做到一個 其實我們有做Prototype出來 然後11月的時候有參加米台北 然後有讓大家在那邊報案看 然後現在是2月 然後我們根據Prototype的一些Devacs 就做一些調整 但是還沒有做得很完善 想說可以再聽聽你的建議 因為中間有遇到一些我們不是很確定的事情 技術上也好 然後市場面也好 那我就 我跟你update一下 嗯 就是 因為之前不是那個Clubhouse嗎 嗯 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可以 我等一下回顧你現在的問題 哈哈 好啊 好啊 然後 然後 嗯 因為他們都有看過這個Prototype 我就寄給他 好啊 嗯 其實 我們 是有一些調整 有一些調整 其實主要想要解決的東西還是一樣 就是 我們有一點叛逆 因為現在所有的社交友官都住在網路上 很快速 立刻連結等等等等 但是其實我個人其實蠻相信 其實就是每個世代都在找 這個世代缺少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當面的互動 當面的溝通 所以其實立馬希望可以把這次帶回來這樣 那當面跟花工說什麼 這個我們就不會限制 這樣 但是我們一開始會限制的是 在哪裡溝通 所以我們其實 這 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跟很多酒吧 有談好合作 哦 你有跟Netflix合作有業配 有沒有 哈哈 沒有 但是 但是我們就跟酒吧的談合作 就覺得酒吧是一個很好的 就大家已經出來了嘛 你實體在那邊 然後微醺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面對面還是會有點尷尬 或者一些社交成本 所以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 跟這些酒吧談 他可以在杯子 或是杯墊後面放我們的QR Code 然後 所以 假設有10家酒吧 所有的人少了QR Code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家酒吧 跟其他9家酒吧裡面 現在有誰是願意聊天的 爸連網 對對對 你Barb Hub也好 或是 有時候我們 就是自己常出去喝酒 你也會很想知道 欸 所以我下一家去Hub去哪裡 誰在那裡 對 有可能有 譬如說Andy的朋友 可是我可能本來不認識 就因為這樣就認識了 嗯 或是誰有包廂 哈哈 理解理解 超分理解 超分理解 對 所以這是我們一開始 就是目前希望三月底的收購入市場的方式 OK 那很多人其實會問我們說 嗯 社交APP好像你就是應該要有一個動機 比如說這是約會軟體嗎 還是約看電影嗎 還是什麼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好的策略 原因是 嗯 我自己每天的社交動機跟時間跟地理都在變 嗯 然後我沒有 我不可能隨時都想要約會對象 嗯 我現在可能只有30分鐘 在咖啡廳 嗯 我剛工作完六個小時 我只想要找誰旁邊 隨便跟我聊天什麼 嗯 那至今嘛就是 為了這種 所以不是只是酒吧 咖啡廳也可以 咖啡廳就下一步 哦 了解了解 就是 就是 就是從場域開始 因為大家已經走出來了 對 那這個是 Zima想要 有 downer也有 upper 對 對 就是在你所有那些零碎 碰險 你的時間 當然你可以去 抖看抖音 你可以去clock posting 你可以在線上 可是我們希望大家是 就是回到 對 線下 然後你面對面的去講話 嗯 然後就是反正這就是這樣 嗯 對 所以這個大概是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講成是 就是所有人的Social Scikit 嗯 Scikit這個字沒有中文 所以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當 小幫手 小幫手 我們現在會叫它 社交分身 的原因是跟我們 比較長遠的計畫有關 就是現在 大概這兩年 我們會做的 其實就是把這個平台給建立出來 嗯哼 那這個平台建立出來之後 就像我剛剛講的 大家在上面 你會看到彼此 然後你可以聊天 那 我們同時 因為會有大家的 使用的行為 有behavior 所以我們會在上面 visualize 你的Social Behavior 它會是一個 Avatar 嗯 然後呢 這個 Avatar 會因為你的Social Behavior 它會長大 它會變 對 對 那這個東西是輔助的 因為它在一開始 它就是一個 真的就是一個 Avatar 它什麼都不會 它不會幫你做任何事情 但我們希望 越來越 你在Zima上面 玩這東西 越來越久以後 它就會有 一些些指揮 那等一下 因為安排是 不過這跟 Psychic 的概念 已經不一樣了 Psychic 本來是說 助理 對 我們就是visualize 這個助理 你養自己的助理 一開始 Zima的平台性的 Psychic 因為我現在 在一個酒吧 其實我身為一個女子 我這樣說 受困高女隊女子 我不能跟別人搭訕 嗯 但是我很想跟別人搭訕 所以Zima這個 App 是我的 Psychic 它幫你跟別人搭訕 因為我有這個平台 對 所以 但是 我們再多加了日後的一個服務 就是 你的所有的Social Behavior 這些 Data 它變成你的小 Avatar 這個 Avatar 會越來越聰明 那這個等一下 我們可以補充一下 你會怎麼做這個事情 但是希望 以後這個 Avatar 真的會變成你的 Psychic 它會主動 去幫你搭訕 你一定會 合得來的人 嗯 那 因為上次跟你討論之後 其實 你有 引賴圖蠻多的 就是 很多平台其實 也有在做什麼 Matching Rate 可是那個其實 並不是真的 Matching Rate 所以 我們才想說 那這個 到底 我跟你這個 人格 合不合 我的觀念 它是需要時間累積 我們要學習 所以 我們是用 Avatar Visualize 這個學習這樣 那 這個是比較後面 它需要一些累積 那到最後面 就會 就會希望 這個 Avatar 它可以幫所有人 解決 你只要跟人際關係 有關的事情 因為人際關係 應該是 就是所有人 生命中 煩惱非常大比快 都跟人有關 都跟人有關 同事也好 我跟室友 我跟情人 我根本不瞭解 就是我旁邊那個人 因為 可能 因為他沒有這樣的Dima 對 Dima 可能會比你更了解 你 或是你這邊的人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的 這裡陌生的意思是 跟你不認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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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你現在把它 放在社交平台的 形容詞格 對 所以它會變成 你不認識這個平台 嗯 我聽不懂 它的斷句一定社交平台 會是一個詞 陌生修飾它 但其實你要的是陌生社交 陌生社交 陌生社交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常用詞 OK OK 所以一看到就會覺得說 有點聽不懂 因為這個跟AI分身 剛好是相反的意思 OK 這個平台理論上是要 越來越熟悉 越來越熟悉 對 所以我覺得陌生這個形容詞 我不確定你要不要用 但是除非你要把陌生社交 變成一個概念 OK 不然你這樣講 跟你剛剛講的方向是相反的 好 除非是陌生社交 現在已經是一個潮詞 我就是沒有跟上時代 也有可能 你應該主要時代就選擇 什麼問題 你應該趕快查一下Google圈 應該是Google圈 是不是陌生社交 其實一個 沒有注意到的一個新的概念 明天早在前段 好 然後 嗯 我們現在想上的 那個AVATAR 因為我們有訪問一些學生 大學生 OK 只有你們在用這四個字 OK 就中文文化問題 沒有 我們那個AVATAR 它會是走一個荒唐路線 然後我們現在大概 它會從 可能會從一個很像 閉人形成的東西 嗯 然後根據你的作息 可能你上的一碼時間 像我是三四點還醒著的人 他可能就會有黑眼圈 或他眼睛可口起死 什麼之類的 就是它會根據我的作息 然後聊天的內容 然後等等等等 他可能會越來越長得不一樣 所以他是個沒有Ending的東西這樣 然後阿凱還是你要不要... 你剛剛有看到了那個現況 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是在於希望讓消費者可以更多時間來訓練這個AI 如果你要做的是個人AI 如果他不會想要在上面訓練的話 那就很難做 而且做出來可能也不準 所以我們的方向就變成調整層 我們要怎麼讓他們會喜歡玩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有發現說 其實人對於自己做互動的事情 那互動的東西會成長這件事情好像是蠻吸引人的 所以我們才會切到說 不想要電子機這一類的 對!很多人都在聯想 我們這種年紀的人就會想要電子機啊 因為他長得也... 然後目前想像是做一個帶帶的樣子 因為我程式都有控制說 其實他這些東西都可以動啊 都可以blend 對對對 那我會綁... 我目前的目標是綁那個OpenAI 讓他們可以自己去 根據我們的參數去試 哪一個是他最舒服的狀態 那我們就把那個參數轉換成 我們可以給他的 譬如說他這一支 他認為咖啡廳對他來說是比較舒服的狀態 那咖啡廳分成很多Type 那他可能比較喜歡去哪一個 跟主人是比較關係的 因為主人可以給他胡蘿蔔跟棒子 如果他今天都去不好的咖啡廳 主人可以跟他說 你這個Sense有在加強 我想咖啡廳可能是這種的 那他就會慢慢訓練滿足主人 那最後他就可以慢慢的變形 甚至在程式上面你會慢慢的學到 這個使用者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對,這是我們目前的方向這樣子 然後也想問看看說 就是不知道你聽了這個有什麼感覺 然後OpenAI那邊你有沒有研究過 或者是你有沒有看過什麼更有趣的做法 可以建議我們這樣 你講OpenAI是那個OpenAI的那個主機嗎 對,OpenAI它主機有出一個 我突然間忘記那個 什麼念 GYM 它就是一個可以 知道 對,好像有人拿它來做 遊戲破解或者是作命場的破解 那我就把那個概念引進來 那只是說我要先把環境設定好 讓這個環境是真的可以滿足人的社交生活 或者是可以去挑選出他喜歡的 無論是咖啡廳還是重要吃什麼 還是我到底喜歡跟什麼樣類型的人 大朋友 這個環境我要先把它建出來 那所以其實講到建環境 就會導入遊戲引擎去把這個環境建出來 這樣子 目前的技術流程大概是這樣 但是你說遊戲引擎 會是真的就在手機上跑吧 這樣對手機的要求是不是比較高 對,所以我們最近有在用 Rio 或者是Uder 你在測到哪一個會比較好 然後哪一個可以支援這種 大量的去做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當初最一開始的發想 是Location Best 我們鎖定一個範圍 對 所以在這樣的框架之下 其實不太可能會同一時間 這邊冒很多人出來 OK 就不是MO RPG 對對對 所以剛好很符合我們 這次可以做的 旁邊最多就五六個元 對 所以你就是把那五六個元的Avatar 畫得出來就可以了 OK 可是我覺得這個 就是有一點 因為看到這個就想到 基神誕生機的問題 就是 如果它一開始不是真的很靈光 對 那我要花時間去跟它互動 那這個互動是針對它 對 但是它如果不是很靈光 給我的一開始這些建議當然都不好 對 而且就像剛剛講的 我一次也是能去一個地方 我一次也只有一種需求 所以其實大部分我是會跟它說NO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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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你要怎麼樣子 度過一開始不準的那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可能值得想一想的 的題目 因為現在感覺上這個不準的時間會比較長 對 對 就算是花那麼多的力氣去 去 預測我的 想要吃什麼行為的 烏白椅子好了 它到比較準也是過了三十個月以後 對 我們是有一些人工上的策略 或是其實每天會 就是會一直remind用戶說 我現在就是不從你說 我每天要問你 你今天想要什麼 但這是我理解啊 這類的 所以你說度過期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來度過 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像我現在跟他說 OK我今天想要一個工作上的合作團系 那他就幫我去找 對 也選這個的人 對 但他不能給你 目前他不能給你更多這樣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大概就不會match 就不會想用了 對 大概不會match 那就是說一下子就match的幾率 真的很低啦 對 那那 這樣子兩三次 那就是都都不太行 那其實我 我覺得我更有趣的東西去玩了 他不sticky 他未來可能會sticky 但是我就說 你一開始train他這段時間 要怎麼度過 這是我比較好奇的 這個很重要 我們目前的想像是說 物語類聚 對 我們先找 譬如說通常都是喜歡我們 現在也喜歡東西的人 啊 就是個點啊 就是 就算就是不match 但是 只要是這夥人 大概也不會太差 對對對 這樣就像UberEase 就算不是好吃的 至少有得吃 對 因為我就吃過旁邊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會用 地點式或者是那個人的特性 去做物語類聚的推薦 那一開始是 我們主要就是要降低你剛才講的那個問題 對 就是不要都推進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讓他們不喜歡 對啊 那時間久了 我們就會 慢慢地更確定這群人的想要是這個沒錯 但是更細的是什麼 嗯 對 然後我們再慢慢拖出去 我們目前想像是這樣子 OK 因為我們 少想要 我們之前討論的時候 就是初期這段時間 的確是一個我們現在蠻大的問題 然後 所以在初期在還沒有 他還不夠聰明之前 比較不會主動推一些我們給他的建議 因為那個建議是 就是讓用戶自己在地圖上看 對對對 所以變成只是紀錄性質 對對對 在最初期的時候應該會是這樣 然後所以在最初期 這也會 這是普浪 怎麼跟普浪這麼像 你玩地圖嗎 就這個 哦 就是橫的時間軸 哦 等一下可以等我嗎 好 所以在最初期的時候 變成說 有怎麼樣的人會上到這個平台 是我們最初期 一個很大的 需要控制的 對 再講一個細一點的 就是因為 我們其實有一個 我們自己覺得社會責任 是我們希望讓大家 會有更好的社交方式 或更了解 要怎麼跟人之間互導 所以我們在這個 AVITAR它會設計一些成就 然後會去給他一些 像是字典 或者是給他一些小任務 教會他 或者是跟他分享 到底怎麼跟人相處 是一個好的方式 嗯 那他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會去看 他到底喜不喜歡這個題目 嗯 那如果他不喜歡這個題目的話 我暫時只能先 假設他是不喜歡這個方向 但是我不會就 把他貼標籤說 他不喜歡這個 我會再用多幾種方式去 剖析他不喜歡原因是什麼 嗯 那有這個成就任務 目前想像是 我自己覺得可能 對我還蠻需要的 那這張圖是幹嘛的 沒有他這個點開以後 又有點像限動 對但這張圖是哪裡來的 這個 你說愛麗斯摸摸現金喔 不是我意思是說 這是使用者要拍照 喔使用者要拍照啊 對他發文 所以就是可以拍照 可以可以 拍我的周邊 對對對 對對對 比如說我現在在一個酒吧 然後我就拍我現在在Dragland 然後我上 有沒有讓我一起喝一杯這樣 喔 你這個意思是拍手上的酒 對 不是自拍 不是自拍 自拍也可以啦 也可以自拍 方向不同 因為這一次其實是我們一開始的一個出發點 就是除了以前 比如說用長相社交啊 用這些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希望 是大家可以透過自己的興趣 對 拍酒標 對 或是我現在就是這個狀態 對 然後或者我現在都要想早上喝一杯 或是誰在哪邊有包廂 對對對 我比較驚訝只是說 怎麼拍大概都不會拍成這個 哈哈哈 你可以上傳照片啦 可以上傳照片嗎 一位不明 這就有指導另外一個AI分析 因為我們其實會希望分析他的資料更了解他們 對 但是會有隱私權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就用了一個蘋果IOS 有個叫CoreML的AI訓練 對 那他去年2021年 強調的就是他自己在手機運算 我知道 然後資料不上 對對對 就想說這樣 比較讓他們可以有隱私權 是是是是 就是在端上計算 對 可是在端上計算的 這當然很棒 但是前提還是說他要給你足夠多他手機的照片 對 對 讓他上來 對 因為現在IOS他的特性是說你iApp不是整個相簿分享 是你一張一張照片挑著分享 對 所以你每一張照片上去都要確保說他對這個人的設施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對 對 你不能說這個我一授權就全部都讀了 這樣子的情況 對 所以 就我現在還在想像那個場景 現在想像是說如果是一杯酒 我拍這杯酒 然後說現在看到這個訊息的人都歡迎來跟我聊一百二十分鐘 對 可是我只有一個人 所以有人來了 那我就要上去取消掉還是怎麼樣 呃 就是如果我看到這個我要跟他聊 然後我就 我就是像限動一樣 我就可以message他嘛 對 然後他message我以後 我要回他 我們才會有一個 OK 你們可以開始聊了 對 那你就是可以線上就是先說你是不是穿紅色衣服的那個人 因為有可能酒吧有很多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對 他可能在地下二樓要走到地下一樓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這個 一個我們的Avatar要見面囉 我們要中間見面囉 然後就是確認一下彼此的身份跟就是位子長相 那就可以聊 那你這個 我們會做一個在這邊會做一個確定見面 你就可以在地上消失 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不Revailable 我現在有一個 對 我不Revailable OK 所以這還是一對一為主的 如果我現在是我們五個人 我們一樣可以邀請更多人來跟我一起 對 可是在上面當然就個人個人這樣 對 但我覺得這個場景裡面沒有 他比較說你膝蓋 沒有尋掉 現在還沒有尋掉 會發問 就是會建議有群聊 因為這兩個是 就是完全不同的場景 就算是在你的App裡面 也應該是長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想要群聊的人 他是就是一群人 那有人加入有人減少 那是很自然會發生的事情 那兩個人的話 有人減少 就每一個人 就每一個人 所以他整個Affordance都不一樣 不是說你用群聊的界面 當兩個人聊天用 或你用兩個人的界面 然後剛剛講五個人 各要一個人 變成五成五 也是有 但是這種狀態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我是建議說 如果你都要做 那我也不反對 所以在App裡面 他是分開的兩個 對 OK 然後我們現在想像 我們賺錢的方式 就是會有一頁 是大家可以買一些配件 可是這些配件 其實是有社交的 我們就是叫他Super Power 立起來買榜就是了 對 比如說 你現在想要看這個酒吧 或是像這個區有誰 可是你想要隱形 就可以買這個 然後你的App就會帶上這個 它就是一個隱形 隱形的配件 隱形洞篷之類的 那就要花錢買 或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會讓大家選 你是什麼圈子的人 因為大家不認識 這樣比較好有一個印象 所以可能比如說我想要認識 設計圈的人 我都 我都 同溫層都沒有設計圈的人 你就可以花一個錢 我幫你 在地圖上 只highlight設計圈的人 就是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 你的Avatar也會因為 你的這些社交的需求 它會有這個 這個改變 嗯嗯 就跟Linking一樣嗎 Linking現在有這些喔 Linking你買Premium就是為了 哦 對 好 對 然後我們還有在想一個是 嗯 我們不會 又不賣廣告嘛 但是我們 確實也有在想月費這件事情 那月費它 呃 會包含的 可能比如說每個月 你就可以有三個 這個 三個超能力 可能月費就是三百塊台幣 那一個sql power 可能就要一百塊 嗯 那可能還會有 比如說我們想要辦獎座 每個月都可以來我們獎座 是 月費可能會包含比較多東西 所以現在場景是 呃 我在酒吧 我pull了一個 然後有一個隱形斗筒的人 就忽然間冒出來 因為我本來看不到他 對 嗯 他就只對我的顯形這樣 有點像stalking這樣 有一點 哈哈哈哈 有一點 有一點 稍微有一點stalking的感覺 有一點 這隱形斗筒那很貴 哈哈 三萬 哈哈 哈哈 不是每個人嗎 哈哈 或是 千里眼是比較合理的 然後隱形斗筒 這些他不一定是用錢來換 可能是用Behaviour來換 嗯嗯嗯 比如說你在金馬上呃 呃 呃呆了一個月每天都上來 嗯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隱形斗筒 這樣 用Behaviour也是 嗯嗯嗯嗯 對 所以大概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demo 給你看我們現在目前做到 我們現在還做到很前面 嗯 嗯嗯 嗯 就是一開始是選圈子 可是他的 那個UI會 會 會變 這樣 所以譬如說 我就自己玩這樣子 OK 像這樣子我也不知道是 對 他應該 他應該要有一些解釋 對 如果就是說看不懂就不是 對 很明顯 你就不是那個 OK 嗯 然後 這只是他先demo 所以你點了之後 你就可以看 按一下這個 插手 但其實UI會變 他最後不會長這樣 嗯 但是就是在地圖上 可以畫 然後你可以 所以這個是他的Elector 對 這是他的那個小分身 對 然後這是他真人的照片 OK 對 現在還是有點 這兩個照片不同的 異位是 不要一貌取人 因為大家還是會想要看本人長什麼樣子 我們在那個Prototype的時候 然後其實Prototype 你剛剛幫我幫忙 對 幫我幫忙 我們那個時候的Prototype 其實長這樣 就是 就地圖上就是人頭 對 然後大家覺得太赤裸 嗯 大家會覺得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想 有一點creepy 對 所以我們才換成 那不是你的人頭 是你的小分身 嗯 那你點進去呢 你還是可以看到 喔這是Andy 這個分身是Andy 因為還是要有個 因為我們要見面嘛 這還是蠻需要的 所以這個調整是 是Prototype之後的 這個沒有做 OK 這邊都還不能用 那個防人家看那個 我剛剛看不到他的螢幕 對啊 因為這個 所以還送不出消息 OK 那如果我 就是一直發 他就是把我之前的清掉 對 那就是你現在 但是你之前呢 會在你自己的profile裡面會有流 你會有紀錄 就是說你之前 聊過天或霸過的人 對 OK 那所以有一個人出現 你就貼到地圖上 他的訊息更新 你就更新地圖上大串絲 對 然後 所以他可以自己做成動圖 這樣子 沒有 沒有 沒有那麼即時的更新 他可能要refresh一下 OK 但就是說他每一次貼了一個文的話 那個文就會變成他現在最新的狀態 對 然後這個文可能他一開始會設定說 喔 我只在這邊出現30分鐘 嗯 那30分鐘後他就會從地圖上消失 嗯 對 可是如果我看到已經過了10分鐘 他那個數字不會到 他會 他會到嗎 他剩20分鐘 嗯 對 因為我們社交 就是像我在咖啡廳 我說我有30分鐘的話 那 大概30分鐘後我就真的要離開了 嗯 所以剩5分鐘的話 可能 就也不會想要見面 對 所以你的Stage就是一個timer 然後配一段話 然後Optionally配一張照片 對 那沒有照片的話你就合成一個Avatar 所以願什麼場景給他 是吧 嗯 對 了解 對 然後 嗯 因為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的設定 本來就是 嗯 先以場域 就是那個location 電啊 尤其是電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說電 其實就是幫我們filter掉很多人的 當然 所以某家店就是那些人 嗯 所以 嗯 用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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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店面嘛 店面幫我們promote 嗯 那另一個是我們本來也是用戶要選用戶 但是clubhouse 用走以後 我現在會覺得 那也好嗎 可是因為我們本來想像的兩種 大家可以上來Zima的方式就是 用戶要選用戶 因為我們是讓大家選那個 選圈子嘛 所以比如說如果比如我在startup圈 我就可以 邀請我所有startup圈 你可以在上面認識別的圈子的人 需要學生 但就好像是大學生 那你要學clubhouse 每個人要有推薦人的那個profile 就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本來是referral code 這樣 但我說它是public info 哦 不會 對 現在Zima上面其實我們拿掉所有 會讓大家感到有壓力的 嗯 了解 沒有followers 沒有likes 也沒有我成功找了幾個小線進來 對 其實都沒有 因為這就是 就我個人也是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有點膩了啦 然後再加上我們其實很想要 就是專精的做線下的互動 這個聊天 了解 所以 嗯 我有幾個問題想看你們的想法 一個是我們現在google market的這個plan 就是跟場域合作 讓他幫我們帶用戶 然後一個是用戶邀請用戶 嗯 然後再一個是我們其實會讓大家選圈子 那這些圈子的category 它會變 現在只有寫9個 可是它其實我們有寫更多要變多 就你覺得這樣子的set up 怎麼樣 會不會有一些人會覺得譬如說 他被歧視啊 還是怎麼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他被歧視 為什麼 因為他一個圈子都按不下去 對啊 我會擔心 因為我們沒有不可能把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圈子都寫出來 你只要寫一個以上皆非 哦 也是可以 是啊 OK 以上皆非 OK 所以這是我們一開始 我們現在的 我如果按了以上皆非 你還可以問我說 那你覺得 你是什麼 對 OK 然後 那你覺得 你覺得 就是從酒吧 或是咖啡廳開始 是一個 是一個好的 但你會檢查 他掃票控的當下 他是不是真的在那個地方嗎 因為如果不會的話 我只要截圖 或拍個照 瞬間全世界都上來 他會 我們會逼他要那個 Allow Location 的東西 對 他出來的時候 是 OK 所以就是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check-in的時候 你會check說 這個QR Code 它就是專屬於這個 有註冊的地方 還是其實每個地方的QR Code 都一樣 其實 我們沒有討論到這麼深 沒有那麼吸引 但是應該要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 不要限制太多 可能會比較好 對 就比如說 Dragon的QR Code 跟Marsity的QR Code 不一樣 可以這樣子 對 這是一招 因為這樣你就知道 他從來來 那另外一個 就像剛剛講的 他一定要打開Location Tracking 那如果他打開 至少在用App的過程裡打開 那這樣你當然 每個地方QR Code 都可以一樣 因為你只有選定的 那幾個GPS 可以進來 對 這兩個都可以 並沒有好壞 只是說 你兩個都沒有的話 那瞬間就會被Abuse OK 好 然後 那你覺得現在用戶 要求用戶這件事 怎麼樣 這不確定 要嗎 因為我想讓人家覺得 很像操別人 對啊 我在這邊先說 我去年就想到 他可以經過這樣 了解 看去年有沒有 這個要錄起來 對啊 去年有錄法七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台北每個都要輸入那個 對啊 都輸入 當你Gmail就有了 對 Gmail也是這樣 對 可是我其實覺得還好 因為 其實很多 很多Service一開始都是這樣子 嗯 嗯 對 可是你需要用戶 要檢用戶 那他就不一定要在那些位置 他不用 對啊也沒關係 還是你覺得最後一個 我覺得你一開始 兩個都有的問題是說 那從我是在酒吧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個酒吧就不是有那麼特殊的地方了 就是說一個酒吧跟你合作的用盈 嗯 如果你現在是限定就是只有合作店家 可以用 那你主要的價值主張一開始還可以是2B的 嗯 因為他要來這邊才能體驗 嗯 對 那如果你任何人都可以進來的話 那你的價值主張就變成純粹2B了 因為 對這家酒吧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處 任何人只要認識一個有在用Zima的人 那他就等於那個用Zima的用戶 也等於相當於酒吧的性質嘛 嗯 對不對 他是隔壁的沒有加盟的酒吧 但是他是老闆 所以 他只要說進來我就要你 哈哈 那就跟他是加盟的酒吧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想一想 就是說如果你們真的沒有 就是2B的什麼活動要做 就是幫忙他賣產品促銷 賣咖啡什麼東西 對 那你一開始就讓大家都可以咬大家是一定的 就是純粹2C的狀況 嗯 對但如果你這裡面有一些性質是要 招攬客人到特定的店家 那這個會讓你們台灣地位稍微弱一點 嗯 嗯 OK 好 酒吧 好像也是 那我想問 我想問就是 我想問就是 我有一個問題是 嗯 嗯 我有一個問題是 嗯 因為爆紅這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記得你們說 嗯 它叫Infinite Game 它就是在說 做生意啊 或是人生 就是 本來就不是一個 會有結局的 嗯 嗯 然後它就說 策略應該要是 我要怎麼樣在這個遊戲裡面 可以一直活下去 可以一直玩 嗯 就你不要那麼快就死掉 一直玩 就一直玩 你這樣成功的機率才會變高 所以我在想 Dima的時候其實我有在想說 嗯 可能 就是 爆紅實際上是很好 可是它也很有可能 像寶可夢一樣 可能就是三年這樣 嗯 就沒了 那它就沒有在這個遊戲 還是有人在玩啦 但至少我身邊 是不是有你在玩 哈哈哈 有毅力 但我身邊沒有人在玩 所以 所以我其實有想要問 就是我其實蠻希望Dima 它是一個 就是細水長流行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 嗯 本質也是 我不求關注 我不求 呃 秀給人家看什麼 我就是求 我現在跟你有一個 很好的對話 我也不求 我要 我要告訴人家 我今天跟他也很好 就是我不求這些 嗯 那我不太確定 嗯 實際面上有沒有辦法 都要這麼理想 就是 大家 不管是 合作的夥伴 或是投資人 當然都會覺得 好像你必須要爆紅 才代表這個東西work 嗯 嗯 那我也 我覺得當然我也不會排出 我就不要爆紅 可是我覺得 我想要問的是 嗯 怎麼樣可以讓 一個project 活得很久 然後或是如果是 像我們這樣社交平台 如果是這樣慢慢的 從酒吧 或是咖啡廳開始 像我們剛才討論的 我就是只有在店裡 嗯 可以用 然後我教育大家說 以後你去酒吧 嗯 就是你會想到 所以我開一下你 這可能是一招 我不知道你 是是是 我是覺得說 嗯 主要還是你的community 是誰 就是 誰有那個stake 看到你 這個平台一直存續 嗯 那這個 技術上叫做 exit to community 嗯 就是說 我們說 exit 不是被 買走 就是上市嘛 對 但是 也有一些 exit 是說 那這個社群就 自己擔負上 讓他更好的 這個任務 其實很多 開放式的 遊戲 minecraft 什麼之類的 他最後是 讓 community 把它撐起來 而不是 某家開發商一直把它撐起來 對 那 怎麼把它撐起來 就是 像 嗯 PTT就是很好的例子 對啊 他沒有投資人 在中間賺過任何一塊錢 嗯 嗯 對 那但是他 就是impact 就是持續還是有一些 對 對 那為什麼是因為大家付出很多精神去當班主啊 群組長啊 什麼東西 對 或者是參加他們的 open source 開發 嗯 等等 對 因為我這是學理上回答你 我不是說立馬 要往這邊 OK 移動 但是理論上 如果你找 exit to community 的話 現在是就是一種套做法 嗯 嗯 早點 我沒有說怎麼樣 OK 你保護自己 哈哈哈哈 哈哈 但是 OK 好 那 那我想問剛剛你 聽我們講那個我們的比較大的三個face的這個東西 你覺得是是合理的嗎 或是它是它是有用的嗎 嗯 我覺得一到二是很合理的 對 它沒有什麼大問題 對 對 那有沒有可能 Face 2 就可以順利成章到Face 3 其實很難講 對不對 它的特性是說 因為你這邊說 因為你這邊說 某方面百分之百真正的了解你 嗯 但它真正的了解你 到 就是說好比上我們兩個都有一個 yes I can 對 那它都很知道我們的偏好 對 但是對於我們見面之後會怎麼樣子 這跟了解我們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的prediction直到接觸的那一刻 嗯 之後我就unavailable了 對 unavailable我就去聊天了嘛 聊天之後你的app怎麼會有額外的訊息呢 對 是不會的 因為只有在虛擬場景裡面 好比像說在Twitter或Facebook 對 它的分享或者是它的互動全部都是這個平台上 對 所以它當然可以再去做進一步的分析 對 但是因為你的engagement之後就到線下了 對 那線下我們到底聊什麼 我手機又沒有開錄音錄影 那你的app怎麼會知道呢 你的app是不會知道的 對 對 所以它怎麼樣子這個到第三個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可以非常非常準確知道說 你會想見到什麼人 嗯 或者是不會想見到什麼人 或如果是聊這個主題的話 那你跟這個人很願意開始聊 嗯 但是你說之後 對 要怎麼達成溝通 這個這個你沒有資料到底要怎麼做到 OK 除非說你manipulate它 到就是只會聊這個 這也是一招 就是說我manipulate你讓你做這個 然後我告訴你在你還不知道你被manipulate的時候說 我預測你會做這個 你就真的做了 你會覺得我很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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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叫dark pattern 然後就不是什麼好注意 OK 對 OK 好 對 那所以這個二到三 至少就是從這個AI可以取得的資訊來看 感覺上好像沒有那麼多的質化資訊 可以到所謂的靈摩上 對 OK 像之前我聽過一個分享 就是說 人對於自己的了解其實是不主觀的 當然 大部分就是真正主觀還是要透過比如說我被其他人評論 當然 都是這樣的 對 那如果是透過每次的互動完之後 我們去評論對方 對 的這個數據來分析 所以我靠別人評論我來分析 對 我說我們聊了一小時 到現在也快一小時了 是 那你難道要事後花一小時跟你的AI recap 這不可能嗎 嗯 多少會十幀 一定會十幀 但你如果把它化約成就是十幾個bit 是 那我們這次交流一定不止這十幾個bit 是 對 所以我剛講那個資訊不足是這個意思 OK 對 那當然如果說你現在AI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們這個錄影會跳到YouTube 你分析完YouTube 你知道這次互動完品質 那我沒有話講 那我沒有話講 但是並不是說 你們在980每次討論都會全部拍下來分析 是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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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打呢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裡的這個claim 嗯 嗯 要更知道跟什麼樣的人應該做怎麼樣不同的溝通 嗯 跟零摩擦 就是你的就是標題跟內文其實不一樣 你的內文是說 你的內文是說 是說你有了這個資訊你可以自我成長 可以變一個更好的人 對 可以降低摩擦 對 但是你的標題是說零摩擦 OK 但是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它不能零摩擦 也許可以做到 OK 但是講零摩擦會有一點點overclean 好 OK 其他我覺得都還好 很有意思的方向 OK 好 然後 你技術上有什麼問題嗎 嗯 沒有 然後 有 開發動細節那個就不穩了 OK 那大方向上就是 因為蘋果它有推那個creml 可是TensorFlow好像還沒有說到 這個個人意思的方案 它還是可以 Compile 取得用TensorFlow Lite 就是你如果正要在端跑的話 還是跑得動 那這邊你有策略嗎? 就是這兩個的差異 我大概了解概念 但是我自己沒有寫很大規模的程式 我也覺得這模樣是做 可能就真的做一個最簡單的MVP 出來才會知道 那像這個因為之前 有一個比較大的被挑戰 比如說如果用Core ML 就只有蘋果手機可以使用 雖然這件事在Core House之後 好像也不是問題了 你說那個也是一種Future 對 跟那個人會去980一樣 會買iOS雙子的 對 對 但是所以 Android用戶 就是看Google 只有怎麼樣的意思 Google有它自己的 在端商 對 我們是沒有要用 暫時沒有要用 暫時 就是看之後怎麼樣 對 因為現在要搞雙系統的話 可能會比較累一點 所以還是專心先把一個系統做好 因為主要內容是我們到底要問其什麼內容 這一塊可能要先點點起來 OK 對 技術在那裡 那我想問就是 用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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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一直覺得用戶量 好像對DMA來說 就不是一個 這麼 這麼 關鍵的指標 為什麼 你電力至少要兩個用戶 對 所以兩個就好 不用200萬了 啊 了解 就是我 因為我一直在 因為我現在其實有在寫那個 就是我Marketing的這個Lounge 它三四月 它應該要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做到這個程度 我應該要多少用戶 然後當然就是我也要跟酒吧去講這個事情 但是我一直 一直沒有辦法 就是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就是 就是我到底需要 我到底需要 一開始就有 那就是 一個晚上我又有兩萬個用戶 在十個 十家夜店或酒吧裡 這是 一定要嗎 才會 有一個hype嗎 還是我需要hype嗎 還是我不需要 我可以是有點darknet的感覺 就是 我發現有一個這個東西 我們十個人知道 我們十個人覺得很酷 就 對 可是我覺得 因為這個就牽涉到 剛剛講的2B或2C的不同的想法 如果這個酒吧的主員 本來就說 那你要 甚至你要刷Zima的2R Code才可以入場 對不對 就是 它如果是有heavy buying 那 其實你有沒有橫向擴展不是重點 因為你是在一開始的幾個試點去試這套 那一直tune到使用者真的覺得很順為止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你在這邊其實是 就是拿來fail的 因為 因為很可能 酒吧的場景 其實大家根本沒有空去破東西 你怎麼知道呢 對 就是說你不在第一個點run的話 你不知道 你永遠不知道 你永遠不知道實際的狀況 對 所以我具體建議 還是先在第一個點 就是一兩個點 對 對 那這個時候讓他們覺得save 這個就是最重要 那 那如果這個安心的感覺有了 那我覺得 我覺得再去想怎麼scale 就是 不管是什麼連鎖店啊 或者是 就跑去咖啡店 或者就根本 也許不是店家based 對 但如果你沒有一個試點的話 你沒有足夠的使用者feedback 那沒有 early adopter的話 其實也沒有所謂包容的可能性 OK 好 可惡可惡 好喔 然後上面有寫 看消息上面有寫政府資源 OK 對 不是不是我們有加入這個 喔 有有有 談談客氣 對對對我們加入這個 但是我其實一直不知道幹什麼 你們的使命是促進性別平等 對 選不到 那厲害 那厲害 選不到 90塊錢可以養一個個人助理 真的嗎 你養一下喔 90塊要在哪裡 在哪裡付錢 然後比如說我們如果之後有 Marketing的東西 像加入這個LAB會有什麼 我們可以一起宣傳的 我們有很多啦 其實一個是說你可以在上面 有一個專案募集 你可以募集特定的 就是出錢也好處理也好等等的事情 在那個就是網站上有這一區啦 OK 那另外就是說 去採購你們的產品或服務 每年到 他比想說五百萬我們會出來頒獎之類的 採購? 對 就是一個叫Buy in Power 你在上面看找合作 會看到 其實其實我 我剛剛講的在上面全部都有 對 所以也許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有登錄的好處 然後你的社會使命 就是可不可以 這是有點舊啊 對 在一個 OK 可能比較好 不然的話 我上來看就會覺得說 你的社會使命是讓霸靈變得跟呼吸一樣容易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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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不會有空捲下去 大家都會先看那一段時尾指名 也算時尾哪一怪怪的 先易後揚很好 但是再去揚二就要寫出 酷 好耶 好說沒有啥問題了 嗯 好啊 那今天先這樣子 好呦 最後就是有空再update 謝謝 謝謝 我們可以去找到嗎 好啊 好啊 那這部外馬上就很累